广告继续浏览后续大陆著名维权律师王全璋是2015年709案的最后一名律师,直至2018年2月,王全璋被以所谓的颠覆。 国家政权罪起诉,同年12月在天津二中院秘密庭审,2019年1月28日被判有期徒刑4年半。 王全璋于4月5日出律后,被送到山东隔离14天后仍然被多人看管,为能如愿回北京与妻儿团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格斯、摩根、奥特格斯、州、1、4月20日发表声明说,在他、王全璋被不公正的拘禁武。 年后,我们依然高度关注有关他身心健康每况愈下以及他在监狱中遭受虐待的报道。 该声明特别指出,中共自2015年7月9日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及拘留300多名人权律师和法律合伙人,王全。 张是其中之一。 声明说,我们持续呼吁释放所有被不公正监禁的人。 是,例如李玉涵、议议论、余文生万身,G,以及其他仅因行使自己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追求实行法治,争, 取更公平和公正社会而深陷领域的中国公民。 我们仍然关注中。 国、中共、法治薄弱,任意监禁,对受压人员实施酷刑和继续侵犯和践踏境内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现象。 我们敦促中国、中共恪守本国宪法对国际人权的义务和承诺。 4月18日,王全璋被革。 离十四天结束,但是当天他的妻子李文族在电话中得知,警察上门跟。 王全璋谈话,称他刚出来还得适应适应,还是不能回北京。 4月20日上午,曾在709案中遭受酷刑的谢阳律师专程从长沙前往季。 难看望王全璋。 同一天他也首次接受香港有线电视的视讯采访。 他说,从被羁押到现在已经过了4年9个月,自己始终没有认罪,也不后,会作维权律师。 他表示他一直想念旗儿,第一个想见他们。 电邮新闻